只有中国还在研发光刻机 全世界根本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独立制造出一整个光刻机 就连全球唯一一个产出成品光刻机的荷兰 阿斯迈尔他都办不到 就更不用提日本美国甚至工业机械极其发达的德国 制造一台光刻机你知道有多难吗 EUV光刻机这是人类目前能够制造的最精密的仪器没有之一 重大200多吨价值1.2亿 单从荷兰运输到深圳就需要三架波音747飞机 以及40个集装箱就这运到就完了 如果说安装调试一台机器需要一年多的时间 你是吗 告诉你光刻机它做得这么难之后 一点不夸张地说 制造一台光刻机比造原子弹都难 一台EUV光刻机的零件 就有十万个参与光刻机零部件的生产厂家都超过五千多家 供应商分布于全球各大中三十多个国家 光一个罚件 法国的周城未典的光学技术又离不了美国日本机械工艺 那必须是德国的制造技术采集电的 等于说 荷兰阿斯曼尔一家公司汇聚了蓝星最顶尖的技术 以及高科技成果才组装出了光刻机 就知道你是不是以为把这一堆零件给你你也能干 光荷兰阿斯曼尔一个EUV光刻机的研发 将来组装这堆零件只用了三十五年而已 毕竟你敲键盘的效率就是无愧将飞机起飞 EUV光刻机的雕刻精度相当于从月球上 用激光笔准确无误地照到地球上一个人的手指上 必须这样的精度再加上数千道工序 每天消耗三万度电才能把一座城市仅然有细地塞进一个指甲盖打扫的硅片上 集结了全球最顶尖的技术 代表了人类科技的最巅峰 我照不出来我拿钱买呀 你尝过有钱花不出去的滋味吗 买它比登天还难 就算是二手的 在老外眼里 我就是砸了都不卖给你们中国人 到底 到底还是老美戚二连三冲冲冲作梗 为了扼使中国的科技发展 断供光刻机 日本 韩国 欧美都可以买 这要是中国买不到 既然这样 我们别无他法只能自己研发了 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 最后只有中国还在研发光刻机 不过 有时候想想这些欧美国家在发布封锁中国的争议的时候 想想是不是我们派出的间谍 民主封锁 按着是在帮助我们崛起呢 比如断供机 每日得联手封锁技术 一台开价就是几个亿 咱们只能自己研发 最终不但研发成功了 并且凭借一级之力 把动作机断到了白开价 我们顺带拿下了全球 百分之六十五的市场份额 逼得德国不断降价 最后直接再倒闭了 还有中国高铁 物济通讯 特高压这些技术 都是在一种给中国使办者欧美国家封锁 这下咱们中国人自己独立研发出来的 最后一个不小心 一个个都站上了全球科技的最尖锋 就成功不小心吗 这下咱们已经很了解了 1 感谢观看